全油管最快新闻 杭州市发生一起 宾利司机暴力袭击 宝马司机的事件 涉嫌故意伤害罪 视频曝光后引起关注 嫌疑人已被抓获并刑拘 律师指出宾利司机的殴打行为 严重侵犯受害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 可能涉嫌更严重犯罪行为 同时还有质疑称宾利司机拆除行车 记录仪已消除证据 可能够成毁坏财务和妨碍司法公正罪 案件正在处理中 期待警方进一步通报 订阅新闻及诉的罪先知晓天下事